小青华 你认识她 她是我在医院做义工的时候接触的第一个病人 我还记得三年前 她刚刚做完脑瘤手术醒来 我怀疑这不是一起单纯的意外事件 从肩膀上的伤痕形状 和手中的竹刺来看 凶手使用的作案工具 还有可能是竹竿这类的物品 我不是我二弟小青华 我不是我二弟小青华 凶手想要杀了她 但是又不忍心看她痛苦 所以是想加快她的死亡速度 第二种 是凶手想要亲手 把小青华摁死在水里 这种情况能够充分说明 凶手是怀着极强的恨意的 两位辛苦了 怎么样啊 里队怎么说 真的太打击人了 简直是中垂暴击 在追捕江阳的过程中发生了车祸 虽然我们没有法律责任 但队里觉得是我们前期准备不充分 造成了非常不好的社会影响 所以队里决定 暂时让我们停止思过 亲爱的安法医 美丽与聪慧并存的十一表姐 你就带我俩去吧 给我们个将功补过逆风翻盘的机会 关键点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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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央 前面 real